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四 近期西安的房地产市场还真是出现了一个奇葩事 就是开发商自己告自己求着法院要交返还 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这都肯定有钱的问题 而且一定是开发商自己赔不了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事件真的给我们不少买房的朋友们提了个醒 咱们稍微展开看一下 有这么一家小开发商 西安的叫西安文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就像法院自诉无证销售 而说当时我卖房的时候我没有证 我不合规 就把当时买房的12名业主告上法庭了 而说当时卖房这事是无效的 你要把房子退回来 为啥呢 肯定是钱 大家说的很对 肯定是钱的原因 当时据说是这家公司16年卖房的时候 资金周转有点困难 那么有一些还算是自己股东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 这么个情况的12个业主 说把房子低价卖给他们 也是为了快速收拢资金 另外一个都是朋友 对吧 都是朋友 对吧 当时差不多市场价是一万块钱一瓶 打了个七折 七千块钱一瓶就买了 大家想一想 一万块钱一瓶打个七折 一百瓶的房子就七十万 现在涨到多少了 差不多一套房子两万四 就是一套房子差着一百七十万 那你一套房子出来 是不是那个罚款就够了 那么对于人家这种小开发商来说 钱是很重要的 对吧 钱这个事和要不要脸这事相比 当然钱是更重要的 那这种事就不要要脸了 所以说就把这12个业主刚上法庭了 但是他的确是无证销售 的确是应该交罚款 这12名业主买的这个房子 的确是不合规的 所以目前来看 已经有两名业主败诉了 以后的情况也不乐观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这个公司交完发款之后 这12套房子 就是这12个业主的相关的房子 是能收得回来的 这个事说明啥问题 之前在很多城市 尤其是一些二三四线城市 或者三四线城市 这个事更突出一些 房子还没盖盖好 五正还不齐全 有一些这样的关系 那样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样的城市里头 关系可能更重要一些 因为这些事 可能草草的就把这个房子 所谓的卖掉了 或者销售掉了 或者捡便宜了 这种情况 大家要格外的小心 有一些小开发商 真的 这种名声对他们来说 是不太重要的 那你想想这12套 差着现在来看 就算100平一套的话 差着2000万 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 所以说 对于我们买房子 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 最基本的那些合规的要素 比如说五正 还是要齐全的 不要为了当时图那个便宜 我估计当时那12个人买的时候 也很爽 对吧 打了个七折 现在 之后 这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好 好